四級颶風希拉尼較早的受橫掃太平洋 後來轉躍為一股熱帶風暴 為南加州帶來暴雨 造成廣泛地區水浸和出現泥石流 甚少下雨的南加州沙漠地帶 在一天下降了一年的雨量 奈華達州更是反常地受到歷來 第一個熱帶風暴的吹襲 張麗兒報導 南加州沿海地區好像聖地牙哥 雖然避過水災劫掃 但熱帶風暴希拉尼較早時登陸墨西哥 隨後也為南加州帶來破紀錄雨量 造成廣泛地區水浸和泥石流 部分路面斷裂 有些民居停電 汽車也被水圍困 在拉斯維加斯西北面的 Charlesden山里峽谷華雪牆地區 就錄得破紀錄8.7英寸雨量 當局形容南加州沙漠地帶 反常極端的氣候 它不常陽暴 但當時它不常陽暴 它就像我們一天都陽暴 在沙漠地區 我們看到一年多的雨 在一天 而內華達州更遭遇歷來 第一個熱帶風暴吹襲 當局曾向南加州 以至北愛達河州 超過2500萬人發出水浸警示 熱帶風暴希拉尼 現已向北移動 並且在今早上進一步減弱 為一股後熱帶氣旋 雖然希拉尼進一步遠離 但氣象當局警告說 風暴帶來的雨量 可能會對美國西南部地區 造成致命的水浸 當局甚至提醒說 不至愛達河州也可能出現水浸 山區和內陸的沙漠社區 今天還繼續面對致命的水浸危險 除了打風之外 南加州Ventura縣 更在昨天下午2時41分鐘 發生5時1級地震 附近地區都感覺到地震 26台記者張麗月 比環節也可能是